再講回這個公投 那些歷史背景 有沒有覺得跟台灣有一點像 如果說萬一 我們現在有人說 也要用這樣的方式公投的話 對台灣有什麼歧視 或者是接近 在台灣的話 這個可能情況 就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跟 你說台灣是要獨立呢 還是要跟大陸同一 這個台灣跟大陸的關係 公投的選項也是很 對 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大家會說 這次的公投是一個很 精心經過設計 因為你看它的選項 對 然後它就是讓你 而且你看他們 我們剛剛看到畫面 我們剛剛看到那些報道 它就是其實當地投票的人 都覺得非常的開心 好像終於要回到 祖國的懷抱了 所以這個公投 一般來說 民主國家的公投 可能就是兩個 正反兩個選項 可是你看這個公投 它就是 第一個跟第二個 它其實就是殊途同歸的 一個結果 所以這一次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這一次的公投 雖然是它要投12個小時 再加上計票 但現在就大部分的人認為說 反正就是 應該就是回到俄羅斯 那接下來就是看俄羅斯跟美國 還有跟西方 他們要怎麼去 再怎麼去交流 因為你覺得 我不覺得在現在的 這個全球化 這麼緊密依存的情況下 會真的打起來 因為在推動民主化的浪潮 那現在用這個民主的方式 來做了一個這個決定 對 因為動物 對於不管是對哪一方面 都會有很難以承受的代價 所以頂最多可能就是經濟 或者是外交的事態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衝突 所以接下來我們再看看 它會怎麼發展 所以應該不會有太大動作的 這個軍事上的 應該是 但是後續還是要再密切的觀察 好的 謝謝光子 今天的分析 也請大家持續鎖定 這個後續的公投結果 結果